变问巡回赛广州站的比赛现场 比赛即将开始 请赛场各位将随身携带的移动通讯工具 调整至震动或静音状态 并请您在比赛过程中注意保持会场秩序 感谢您的评解与配合 本场比赛是小组赛A组第二场的比赛 对任双方为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科技学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双方变手入场 谢谢大家 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 我们荣幸的邀请到了 前香港中文大学辩论队主力 粤港澳大学生辩论载最佳辩手汪有学长 前中山大学辩论队队长 世界大学生辩论巡回赛组委会主席李维忠学长 澳门大学辩论队主力 是司法能动主义对法治起到积极影响 有请他们来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边平均 反方二边朱庆宜 反方三边欧阳欧兵 反方四边以及紧接广东科技学院 能够在场各位 感谢双方队伍的到来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我将对铃声做出说明 在各环节时间剩余30秒时 将有一声铃响 各环节时间到时将有两声铃响 此时请停止发言 下面进入比赛的正式环节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首席裁判 经过三位评委的商议 本场比赛的首席裁判 将由姬佳启评委担任 感谢姬佳启评委 下面进入首文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一面进行陈词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司法民众主义是指法官 可不由于先例或成文法的约束 而是根据社会公共政策 实质重义等要求 对立法权或行政权进行约束 从而为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 以达到促进公平保护人的尊严的目的 在今天的讨论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理清两点概念 一 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要取代法律成为权威 它只是在法律出现空白模糊 混之后时成为成文法的补充 二 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裁量主义 法官的行为需要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 接下来我方从两点进行论述 一 成文法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滞后性 极限的适用法律 既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还容易牺牲各地的正义 需要司法能动主义作为补充 成文法的滞后性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它从法律制定之初就存在 法律作为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 具有权威性和确定性 而这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 否则必然失去其权威性而令人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 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却是变化不停的 这使得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现实 会出现过大或小的多结状况 例如谁是胚胎这个例子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胚胎只能由提供胚胎的夫妇持有 然而在这个例子中 这对夫妇已然意外趋势 夫妇的双方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这个胚胎 却遭到医生法官的驳回 法官以胚胎只能由提供的夫妇持有为由 判定胚胎冷冻在了医院 这便是成文法与社会脱节的其中一个提前 这条法律只规定了在夫妻双方都在世的情况下 却没有规定夫妻双方去世之后 这个胚胎归谁所有 在重视死传承的中国 这个判决让原本就失去了孩子的老人们痛上加痛 他们继续向法院提提诉讼 最终二省的法官将胚胎判给了老人 这个判决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遵循司法克制主义 只会使司法将不限制法律体系的完善 1789年生肖的美国宪法 被后人称赞为人类大脑所能做出的最佳政治设计 但是承认奴隶制却是政府宪法的一个正面硬章 而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合理方法 却死于1857年斯科特司法大案 在当时由于奴隶制的废囤问题 南美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美国最高法院坦尼大法官驳回了要求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斯科特的诉讼 判决他不是美国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坦尼大法官本人其实是废除奴隶制的拥护者 他也知道废除奴隶制将是大事首屈 但他坚持维护宪法并以维信为由 判定了指代宪制奴隶制扩张的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 这个判决不仅从法律宪法的高度维护了奴隶制 而且计划本来就已经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 堵塞了以妥协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 斯科特法案因此被美国学者列为美国宪政史上最糟糕的案例 成文法的地端不是与生俊来的 但是严格的规则主义却是愚蠢的 法官的目光不应该投向过去 而是应该立足于丹下的事物并着眼于未来 法官不是立法者公顺的仆人 应该完全按照立法者的意思来适用法律 他作为国家中的第三权利 与立法者其实是一个势均令途的关系 当他通过解释使得现自由的法律具有效性的时候 他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性 也维护了法治的这件事情 感谢正方一变的精彩发言 将来有请反方一变进行陈词 时间我要为四分钟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最近的主席对方毕业有在谈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方今天观点是 司法能夺主义对法治比较消极作用 首先要确定司法能夺主义的概念 我方概念与对方概念有点出入 我方认为可以需要达到以下的两个条件 才能称之为司法能夺主义 第一 偏离宪法与解释的忠实性 第二 推翻判决先例和先例的稳定性 在以上基础 我方有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 从司法环境上来说 我尚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另把行政以及其他权力机关 总是千方百计的对司法施加影响 司法机关因其地位所限 难以抑制各方面的压抑 同时 司法机关本身也就存在严重的结构制度问题 如果它倡导美国式的能动主义司法 也许能激发一部分的优秀法官的司法智慧 但同样也可能激起那些不法之徒的 非奔之想 使他能够上下其手 拳动于法 借口突破法律 以谋私利 这在我们的历史中已不显见 司法隆东主义在我国能体现的范围极其有限 第二 司法隆东主义已经逐渐成为 提现法官自己政治正确的逐境和工具 15年 俄勒庞州的一家蛋糕店拒绝给同性情侣 做蛋糕被判排长13.5万美元 案件上看似是维护了同性恋少数人群的权利和自由 实际上是法官越主带逃 创设不存在的法律平权原则 其大家是强迫他人违背自己的信念生活 并且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了侵犯 所以司法隆东主义让法官可以不通过严格的程序步骤 打了司法隆东主义的口号来体现他自己的政治正确 第三 司法隆东主义为破坏法治分权原则 可以跨越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来判权案件 由于法院本来就是回应型的 其适合需要处理的具体事物做出精细化的处理 而立法机构却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 对宏观问题进行控制 因此法院不能够越主带逃 不能在一些重大的能够影响社会变革的事物上 行使立法机构的权利 如果法院运用了司法隆东主义 其司法行为可能导致的是恶犯破坏 即使是错误判断或者恶性判断影响也不会太远 但是如果法官站在立法者的角度上 为了充实法律 创造规则 那么他的恶劣或者错误影响 会被割爱更加深远长久 中方所述 中方所述 我方意思就是说 中国和外国的法治背景不同 两者需要分开讨论 当然 司法隆东主义也要分在不同的语境下讨论 其次 法官可以打的司法人动主义的口号 让法官可以不通过程序进行法官立法 体现他自己的政治准确 同时也破坏了法律分垂原则 如果一旦看错 那么恶劣影响或者 恶劣影响 谈问方有权打断 回答方与问题无关的陈述 回答方无权打断 谈问方的提问 有请 首先 想先请问一下一遍 你方的定义是 司法人动主义是 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的一个约束是吗 但是我有两个前提 想必您也听到 就是在空白滞后或模糊的情况下 必须要全限制那些事情 然后 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的约束 但是 你这种所谓的司法人动主义 会不会对立法权造成一定的冲突 或者是越权呢 这个权力在分配的时候 本身就给了法官这一定的 自由材料权 也就是说 这是他原本 他的权类 对方便有请 明确一点 自由材料权跟所谓的司法人动是两回事 然后想问一下对方便有 法律的模糊性和滞后性 一定要用司法人动主义来解决吗 不然您方是觉得立法解决成吗 对啊 要化立法程序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而且没有任何所谓的消息影响 司法人动带来的消息影响 为什么那么多消息影响 为什么要用司法人动主义呢 然后再想请问对方一个 对方便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刚才对方便有在医院里面说到的一个例子 就那个法官 要维持宪法 然后激发种族冲突 这是因为 规则主义吗 对啊 因为密歇 密歇立妥协案 他以宪法的高度告诉你说 不对 你这个妥协案都是错误的 于是南美 南美之间的矛盾 就被他进一步的激化 再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 关于立法这个问题 如果您方所说 立法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今天法官 不管是这个自由财囊主义 还是您放出口中 所谓的司法自由主义 都不需要存在了 立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是吗 首先 立法最少能保证程序正义 但是您所谓的司法行动 所谓的程序正义能保证吗 两次回答您方的问题了 您方所谓的程序正义 在我方看来 不是在我方看来 是这个法官 他本身的在自己的权力之内 做了这个事情 为什么就违反了这个程序正义呢 首先 法律并没有给你法官这样的 所谓的 司法行动主义 司法行动主义 的权力 其次 司法行动主义 它是不是违法了程序正义 这本来就在大家间 应该有一个公认 然后我想 请问这方面有个问题 就是 在司 当司法行动主义 在各案当中 被个人侵权的时候 还有问题 您方取一个例子 那方面不错 就好比前阵子 那个 美国的同性恋 骑士案 就不给他做蛋糕 同性恋结婚 不给他做蛋糕 又扒了他 13.5万美元 你觉得 这样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 你觉得有本去解决吗 等一下 我为我们接下来讨论更加顺利 我们需要先明确一点 您方这个例子呢 到底是司法行动主义 这个法官做错了呢 还是本来 骑士同性恋就应该法 然后是他没有按照他 该有的 常去做 首先 他 并没有说做错 只是 他 创建的 你考心的 不应该的 明确 因为你骑士 不应该说 要去 在本来的法律中 不应该去划的款 不应该把他 13.5万美元那么多 那所以是这个法官 没有按照 没有很好的实施 他自己 在他全线之内 还是说 跳过了这个法律 空白之后 再创建 还是原本的法律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没有这么做而已 原本的法律 就已经可以解决 所以 所以原本的法律 一定可以解决 不好意思 正方便说 请不要反论 不好意思 注意一下 谢谢 那我想 再请问 对法律一个问题 如果 当 个人权利 超越了法律的时候 产生的消息影响 还有什么消息 那我们就得先 讨论一下 这个 个人权利 能否先超越法律 然后再 首先 在司法的定义里面 不是说 要 超过出 法律的方向之外 这才能交到司法能够主义吗 你都已经超出了法律的方向之外 你个人就不是超过了法律吗 呃 我刚才在医院表面里 其实真的清楚 正是因为法律 有它的稳定性 它不给随便乱改 所以这个时候 才需要这个司法自由主义 司法能够主义 在里面做一个补充 如果这一点损失 您们都不想考虑的话 那您稳定性没有办法保证 呃 正义没有办法保证 呃 请对方便有先明确一下 你方的 自由 呃 司法能够主义 谢谢 下面有请正方四面对反方一面进行盘问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规则同上 有请 好来请问一下 今天我们讨论着 能不能进行司法能够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法律控制之后 或者不过的时候 来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 能进行司法能够 再讲司法能够过后 起来是审判一下 对所以我先问你 就是我们在进行前 是不是应该有前提 是 所以宁判今天确认一下 回到宁判的厂计念 今天他们不给他做蛋糕 有个做错 规定 看什么 宁判给的例子 宁判也觉得不一样 不是 就是每个角度看的不一样 他 那个蛋糕店 店主不给 他今天做蛋糕 有些人证明是个人 对 来 宁判在这边告诉我说 今天把律用规定说 对他 不给他做蛋糕 这件事有的惩罚 但是把他法了十多万 这样就有点过大了 宁判告诉我 宁判 是法律本来就没有这条界线 而是法官越权判他 哦对 所以宁判是告诉我说 今天法律没有对他进行判断 但是他侵犯了同性恋者的权利 所以法官觉得这样子不行 要保护他的权利 所以这样判决 对不对 所以是潜权利的对等是吗 宁判认为侵犯同性恋的权利 大于侵犯个人因子 个人裁判的权利是吗 所以宁判这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今天不给他做蛋糕的权利 大于同性恋的权利 不 是平等的 那平等之下 他侵犯了他的权利 然后你就判他 所以法官不能越权 创立一条新的法律 所以法官就应该按照本来的法律 但是我今天越了哪条权利 我不能判吗 我判了呀 可是他本来就没有这个法律 来法官 来 要不要 美国宪法复允法官有法律解释 以及违宪审查的一个权利 所以今天我判的时候 我有权利去解释对不对 来 今天您帮我提出一个 违审查的概念 麻烦您採取一下 就是今天我觉得 在要法律侵犯到人权的时候 我可以越过什么法律 进去判斗 所以您帮的同性恋爱 是不是我今天就判了他 觉得他侵犯了他的人权 所以我判斗他什么 好的 那个是美国意思 美国把美国国家更判斗的是 更是一个判立反国家 来 您帮就直接告诉我 今天你觉得在这里面 谁做错了 没有谁 但是您帮告诉我 两个都是平等的权利 今天他不能做蛋糕的权利 今天他不能做蛋糕的权利 他不能打动我 今天你说两个都没有错 但是他本身 你给我做蛋糕的权利 没有了 您帮说他没有侵犯 他是不是在选侵犯 来 我再解释一下 我说两个没有错 是哪两个 因为是当事人 蛋糕店和同性恋情侶 他们两个没有做错 但是不然做错了 好来我问你 谁给了当事人权利说 不给同性恋做蛋糕 没有 那没有 您帮告诉我这个权利 好了 也没有 也没有人解答权利 要做蛋糕 所以他可以侵犯他本身 同性恋下 他做蛋糕的权利 您帮告诉我他有这个权利 那法官就会拥走 侵犯其他个人才权的权利 那他做错了 他做错了我法库 对吗 那你谁错了 没有错 你刚才又告诉我说 正大法官错了 两者没有错 到底法官错认哪 因为我怕他犯错了吗 他创造了一条 不存在的法序原则 诶好 那这样 哪有不存在吧 法律有规定 不给同性恋做东西 就要受到惩罚 是吗 那没有 那法律有没有给同性恋权利啊 没有 法律法了 就不能在判 所以地方是认为 今天同性恋是没有权利的 他有基本的人权 对他有基本的人权 所以今天他侵犯了他的人权 所以今天他侵犯了他的人权 他觉得说这样子不行 所以我判他了 对吗 难道同性恋不自然 所以侵犯了自己的权利 所以他侵犯了同性恋的人权啊 这人权的禁犯是任何的呀 所以法律就侵犯了 蛋糕店侵犯了同性恋的人权 所以法律叫侵犯 对对对 所以今天蛋糕店侵犯了同性恋的人权 所以我法律判处上 他不可以侵犯同性恋的人权 所以判处他法律 来回到第二个问题 您爸今天告诉我法律会越权 但是法律本来就有违宪审查 这个权利 怎么越权了 来 今天法会有司法解析权 您爸不是告诉我的吗 今天有自由财量跟自由财量权 我们就是委员的解析权吗 有什么关系 就是财量公司 您爸不能把握啊 您爸告诉我 我认为我原子牌 因为司法 宪审有司法解析权 以及为现实财量权利 但是您爸告诉我说 今天我们有司法解析权的权利 但是又有自由财量权 您爸惹得出来了 还有我刚才来解释的两者自由财量 在中国和外国是不一样的 好 您解释一下这个具体 好的 好的 嗯 我国因为立法行政与其他权利器官 总的千万百其对司法性加影响 在法律官因其地位出现 难以几次各个人家里 同时 好来 要不要您举个例子 告诉我说 在中国跟美国两个例子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同一样的例子 就是不一样啊 您爸举个例子告诉我一下 到底在两者两方面有什么 你爸没有什么 你爸举点形力的是吗 中国的能够主义和外国的能够主义 你爸是需要我举这两个例子 是哪里会要 东南市 是 中国是党专政啊 那否不是 好 你来提醒 好 好 好 感谢双方变手 接下来是焦点归大环节 在本环节 由首席裁判简要阐述 在其个人评判视角下 双方应关注的争议焦点 计时两分钟 有请姬佳齐评委 好 正方呢 你们主要是说 法律和现实脱节 你们的主题意思就是这个 你们后面 你们前面加的限定 和后面主的意思呢 其实都是在维护你们这一个面 你们试图用这个东西来 告诉大家 司法能够可以解决这个司法的之后问题 或者说它实际性的问题 卵方呢 他提出了 中国爱情是有区别的 那这个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条件上的限定 当然如果你们想做主要的点的话要看你们后面的表现 那你们后面提的最多的是呢 破坏了分权的原则 影响了程序的正义 要逾越法律 要超越远远的判例 你们双方在这些点上定义 要达成不一 所以矛盾点在这两个地方 好 感谢技嘉气评委的发言 焦点归纳环节过后 让我们进入刺文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二变进行刺文陈词 计时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持 那我现在说你第一个问题 刚刚说我们告诉我们 他方的定义和我方说有很不同 可是我方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方告诉我们要偏离宪法 推翻案力没有问题 如果宪法有之后 如果怕有错 那我们就改进把宪法推翻案力 那我们现在司法能够出一个地方 那我们的前进教授 然后他身后会蛮模糊的情况 所以这也有很多 下一个问题 你方今天告诉我们 你方今天论证的思路 叫做在中国 没有办法实行 司法民主主义 然后所以它一大一 可是我方觉得非常奇怪 你方的第二个论举举的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例子 一般用美国的司法民主 论证中国 行不通我方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揣测 我所揣测 你方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这个司法民主主义 它本身实行下来的利弊有多大 而不会有国籍 否则你方就有一点的枪毫 做得虽散 你方在取地的方式 你把它看不去 所以看我方的论证思路 我方的论证思路 在告诉大家是 不管在美国 还是中国 司法能够主义都有其可取之处 那再往下谈 我们谈到了这个 你方举举举的一些 他司法能够主义 不足的问题 你方最重要的那个例子 就是美国的法官判处的那个蛋糕店的老板 罚了他十多万美金 可是我方觉得这点判没问题 因为美国它真的就是一个反歧视 非常 就非常优秀的国家 你如果在 因为美国它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人 各种肤色各种性取向各种各种人群都有 如果你对别人进行行歧视 或者你方被别人进行行歧视 那法官扣他钱没有问题 你方缺少解释的是 在这个案子里面 那个店主 如果他没有对这个童谦进行歧视 他是单纯不想赖 那法官把他钱的确实法官做得不对 可是你方没有论证到这一点 其次这个法官他真的创设这一家权利吗 我方发现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对同性 保护非常OK的国家 因为他们本身同性就合法 所以你方坚决的这个例子也不太对 在下一个 你方坚决告诉我 司法立法权有不回程序争议 我方觉得也很疑惑 因为在美国的体制之下 司法立法权本身就是法官的一下个人权利 那你方法官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 哪一点破坏了法治呢 你方告诉我会出现一些诸如人质的现象 我方觉得也不对 因为在美国 美国这个司法权也受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限制 三权分立不恰恰就是美国行政体系的重心吗 所以今天法官如果他判处了案 可以通过宪法就是暗损 这个是立法做的事情 国会还可以 国会的这个参议院 众议院还可以谈和法院的法官 同样的总统他还可以豁免法官判算的队性 所以三权分立恰恰是美国最重要的制度 而司法能动主力恰恰也弥补了法律的不足 我方没有发现美国的司法能动主力有什么弊端 女方还需要进行恶症 中国的司法能动主力有没有弊端呢 女方也需要恶症 而我方论证 所以司法能动主力有一些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在谁的胚胎案里面 那两个小两口他们本身非常恩爱 可是那个女方她没有办法生下去的孩子 去上面做了这个人工受精 他们受精网本藏在那个医院里的时候 他们不幸发生之后双双去世 这个时候两位老人想要拿回他们的金子 拿回那个受精网 可是法院却不允许 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受精网 除了这个所有人管的人流通 那这个时候医生法官就恰恰是女方所说的 就是司马克这主意 他觉得那个法院 那个法律规定了说 今天这个金子不许别流通 麻烦出不叛人的两个人 可是一方想想看 可是一方想想看 那两个老人已经经历了 白发人做黑发人之痛了 一方还要断置角色 至少那一方想要的法治世界吗 这种法治学校 我其实不能够理解 二次的法官把那两个受精网 探回给四个老人之后 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 就接大了欢喜嘛 所以今天就是司法能动主力 在中国解释法律里的时候 正确应用 是 感谢正方二变 接下来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四轮陈词 计时同样为四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先回答一下 对方便有对于一个能动司法 和司法能动主义 这两者之间区别的一个问题 若将司法主体这种能动作用 发展到极端 试图在法律之外 寻找司法正义依据 那就不是创新性能动司法 而是所谓的司法能动主义 而且对方便有 刚才一面有承认过 我方的定义就是 关于司法能动主义 是突破法律的一个限制 对方便有是有承认过的 然后现在我从顺序开始讲 因为我自己思维有点乱 然后第一点 就是对方一面所曾经说过的 背属奴隶之拥护者 却坚持宣法 你要知道做一个法官 支付宣法是个本 而做一个拥护者 那是他的情分 然后这一点 就不光存在质疑 第二点 对方所说 呃 从对方的论据 法律之后性相关论文中 有关于回答 如何立法 关于从立法阶段来 来取代所谓的司法的动举力 一提高立法效率 适应互联网加条件下的业态转变 然后二增强法律的被前瞻性预见性 三建立高的反退机制 及时反应立法诉求 四调整立法位阶 尽快完善互联网法律体系 这对方便有提出 我相信对方便有 下面是第三点 对于刚刚 对方便有您便有曾经说到过 我在宪法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力中实行过 所谓的司法能够主义 与您刚刚承认我方突破法律限制的 这个司法能够主义是自相保存的哦 对方便有 这叫做自由裁量权 呃 在宪法律下的话 在我方定义是不可承认你的是司法能够主义的 然后下面是第五点 对方便有所说到 难道我连司法能够主义这点损失 我都不能承担吗 很抱歉真的不能承担 你要知道 裂空是会越来越大的 阳光会照进来 然后第六 对于对方便有 刚刚一直在纠结我方做蛋糕 这个例子上的话 个人财产和平等难 难道可以分出轻重吗 对于这一点的话 呃 我们是同性恋法案 它是不同州有不同的一个法案 所以我们并不能强调说 每个州一定是尊重统性恋法案 这个并不能理偏概全的说明这一点 然后对方便有觉得强买强卖 这种东西在我 在呃 现在的人的一个场景 社会道德上 您觉得这是可以任何的吗 并不能吧 对吧 而对方便有也所说到 司法能够主义也是一个根基社会的一个 嗯 应该叫做稳定性 然后但是呢 您刚刚也说 与自己的强买强卖 这个社会道德不平 啊 不相符合 对方也是自想矛盾这一点 嗯 还有关于对方便有 嗯 关于对方便有所说到的一个 在魔乌界定下的一个法律 对法律的一个司法能够主义 这个我方可以承认 嗯 对于还要被胚胎这一方面 成文法脱节 嗯 说明一个法律的滞后性 但是 嗯 同时我也可以想说 这是根据您刚刚所谓的论据 嗯 论据 法律的滞后性里面有相关的立法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其次我方的反正义 其中也有说明到 嗯 司法能够主义这个区别 还有对方所说到的一个 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 也有和我们的思辨有过这个纠结 但是对方您尽不能证明 您的司法能够主义可以程序正义 更不能证明 您的司法能够主义一定能达到结果正义 好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接下来进入次文盘问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盘问 盘问方计时三分钟 回答方不计时 盘问方有权打断回答方 与问题无关的陈述 回答方无权打断盘问方的提问 有请 第一个问题 对方对我的司法能够主义 是不是要法官考虑现实情况 要达到一个各方满意的结果 而有前提 嗯 法律出现模糊 时间后来 每次做的情况下 法官的确实能 依照我们社会公知 其实你怕 我方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你到论证 其实有必然 放进去 回答我的问题 还是说 是不是就是那样 是不是我说的 加上点前提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那样 没问题 OK 那对方对我说 要达到这个各方满意的结果 请问有世界官方的方法 那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达到各方满意的结果 您方确实我方 方的意思是说 依照社会公知 如果法律成功法的建议 不够明析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时候 我方不觉得 依照社会公知 跟大家的世界官 会有什么重复 恰恰是要整个大家世界官啊 诶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对方六 社会公知 是谁来判定的 呃 那我们这种例子 跟您方谈好了 我方就觉得 那个 两位老人 上次爱 上次爱一次已经很惨了 我方没有努力 我必要决他要算子决策 才是一个法治的世界 我方不觉得这样子 是一个OK的事情 第一个 为什么你这个 不可以通过立法程序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二个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其他程序 把这个黑胎 通过其他的一个途径 就像你说的模糊法律 要用通其他的途径 转嫁给老人 呃 用其他的途径 转嫁给老人 这不是一个 违法行为吗 那今天司法承认了这个 法律本身出现了论动 我解释他 太熟民意 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吗 其次违法他们立法的问题 违法的意思是说 立法了以后 以后的人可能就 会在有这种尴尬的局面出现 可是那几个老人怎么办 个案的问题 你个案的问题 没有考虑到呀 所以就是 对阿贝尔 最开始的问题 已经走越来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一定达到一个 个案漫的结果 对阿贝尔 呃 我觉得在那个谁的黑胎案里面 除了违法 好像有违法以外 但对阿贝尔 好 OK 那么下一个问题 对阿贝尔说 在智后性的分析上 对阿贝尔 是不是认为要 依靠司法能够来解决 哪个 智后性 对 智后性主要是 靠法官进行立法 而立法的时候 参照了什么的指标 可以了可以了 你告诉我 是不是可以通过 司法能够来解决 是不是要通过 司法能够来解决 你告诉我 呃 司法立法本身是法官的权力 这个时候 而且现在你就告诉我这个问题 是的 但是 是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 对阿贝尔提到的一个就是 那个 成功法的 智后性的现实分析 以相关的 对阿贝尔 智后性的现实分析 相关的论文全 但是 全部的结果都是说 它是从立法的立法的立法权 所以 刚今天是要背除掉法官原有的司法立法权 呃 立法权 来达成民方所有司法克制主义的那个方法 但是 也像我刚说了 那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保证 遇后不会出现这种模糊的情况 还信明确这句话 中国的法官有没有司法立法权 呃 当然有的是司法解释 实际上就是一个司法立法权的解释 哦 那个情况没有提交那句 司法解释很与司法立法权 这个我方有很难 呃 可以让我回答他这个问题吗 我方认为这个东西叫做 这个东西叫做常识 那个规则里面有说 这种常识东西 不用进行所谓的那个提交就职的 哦 那就很抱歉了 因为我方并不知道司法 司法解释权就是这种司法 就等于司法立法 不好意思 我方不知道 那么这个我方真的以为我们之情 抱歉 那么下一个问题 最后对我说的一个就是黑 黑男的问题嘛 就是说南北时期的问题 那么我请问一下 就算就是那个法官哪怕呢 使用了司法能动主义进行判决 请问社会上的这种矛盾就不存在了吗 我方说的是那个原本有个妥协案 这个妥协案是避免南北战争达成的 可是那个时候 那个坦荡好像变掉了这个妥协案 因此计划原本可以妥协南北战争 事实就计划了大半局 南北战争达成的爆发呢 所以您方如果有更详实的问题 可以您方展开还没问题 哦 就说对方的意思说 任何社会问题都要依靠妥协来解决 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吗 因为对方被我说 因为他们这样的话就不能妥协了 如果能妥协就能避免 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了河地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被除的话 那当然是OK的 那大家就不会爆发拿给战争 可是这个时候坦荡大法官说 这种妥协是不OK的违宪了 因为宪法中承认了 可以停下停下 但是就是当时他们妥协 其实并没有完全确定 给人就是大家平等 的一个权利 就是因为南北战争打完 黑人的这种平等的权利 才已经被确认了 是这样子吗 我方没有明白 你方这种规则是依静活出来的 那可以 那对方不明白 那还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方一直在揪解我们的蛋糕案 是吧 那请问一下就是一个 个人私有财产权 跟一个 跟一个就是那个同系列的权利 跟一个 如果这个案子里面 那个店主说的是 就是我今天不想卖蛋糕 那法官查了解 是侵犯财产权 可如果他说 你是同系列 我不卖给你 那这个是他 歧视同系列 而民方取得的例子 民方自己都没有解释清楚 所以说 民方今天这个例子 本身就不合适了 对方 我请问一下 就是 对方队友也就承认 这个法律就是法官的 就是创意人心的法律 所以 歧视同系列 你也歧视那些 会上司爱责老人 是民方归去的 美的歧视界 不好意思 我反对了 但是我说 这个真的太不能够理解了 所以我反正认为 这种案件应该立法来解决 我们是每个法律 都依靠法官这种冷冻性 因为冷冻性的话 它会产生更大的 一个不公平 但是我方已经解释的 非常清楚 已经明白 司法立法权 它的弊端 虽然由民方来提出 另外一个更好的东西 两者的忠度也在哪 我方没有明白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对方队友 那么能动司法 和司法民共主义的区别 是什么 正确要由民方来提出 我会觉得 这两个词 其实除了其能状的差异 算得更多的差异 OK 请队友查询 我们的版本 在明明前 感谢反方三变 接下来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盘问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规则同上 有请 方队友 在离开美国同心殿的案子栏中 法官 他是不是可以说 通过 你侵犯了同心殿的人权 这个宪法 来罚他的款 嗯 要他是不同的州 不同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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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刚刚 在刚刚那个案件栏中 我方的法官已经问得很清楚了 店家 在侵犯了同心殿的人权 因此 法官 依靠罪考 不可侵犯任何的人权 这个宪法 来对他侵犯法犯 这点 不是急于空白的吧 嗯 那 那 有没有这个可能 嗯 那请问对方 有 OK 好 下一个 您方说 您方说 司法能够主任 两点标准 一个是推翻先例 一个是司法务力 跳出框架 是不是 嗯 对 OK 好 那么司法解释和危险审查 这两点 是不是在您方的犯人之内呢 嗯 我方的话是 嗯 危险审查的话 对 推翻先例 然后跳出框架 算 好 所以 维建审查和司法解释 其实符合您方地下和我方地下的司法能够主任的行为 对不对 嗯 对于司法解释权的话 并不错 刚刚您方说 您方同意了 您方同意了 今天这两种行为是符合您方的两个标准的 也就是说它是司法能够主任的行为 对不对 对不对 确认一下 可以 OK 好 下一个 今天在谁的被谈案当中 您方是否认为在一个理想事件里面 法官只能是判断法律与事实符合的一个机器就够了 呃 抱歉 呃在其中 自由材料权是法官义武权力 也就是说它 不应该只是判断说法律跟现实 吻合程度对不对 当不吻合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 您方也这样认为对不对 我方采取的行动是自由材料权 并不是民方所说的司法能够 哦 是 那您方解采一下自由材料权 在这个案例当中如何体现 呃 像自由材料权的话 我可以根据现实的 当事人的一些家里情况 根据社会舆论的进行判断裁量 所以它的判断结果也是把那个胚胎还给了他的父母 对不对 呃 如果照理这么说的话 那民方的胚胎的案例 就不算是司法能够主任的案例咯 来 是您方提出了 司法自由材料权跟我方的能动主义权是相 是有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方用司法的能动主义解释了这个权力 您方应该是积极举证 您的自由材料权在这个案例当中解决的方式跟我方的能动主义有何不同 呃 对方必须要明白一点 自由材料权是在宪法规定之内 大家考虑 我刚刚也宣读了一下能动司法跟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区别 而自由材料权是能动司法的一个体现 它其中是不会突破法律的一个规定 而司法能动主义它是突破法律的一个制止 好的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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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哪里没有突破法律的规定 呃 好 谢谢 所以您方也承认了 今天自由材料权在某种行为上可以解释 呃 司法能动主义的主义 哦 抱歉 对方便有 我方并没有 好 OK 那还是可能要问你 您方区分一下 呃 对方便我说了 这是 OK 那我再确认一下 您方无法区分自由材料权跟某种主义的区别 对不对 呃 我方刚刚已经诉说了一遍 希望对方可以 行 OK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下一个 今天 呃 这种 当美国的那个斯科特 不 斯科特案件当中 谈了他法国案 他自己本身没有很多的努力 他宁肯自己无偿的释放了很多的努力 但依旧在宪法的高度维持 这个努力力率的推行 那请问 当他默示 现状大势所趋 而选择这样的判决 是不是对法治更努力呢 呃 关键 当的时候还没有立出这个法律 而当你没有立出这个法律的时候 你不过宪法去决定这个 那你是不是超过了法官的一个本分 更是对于法治一个 目前的一个准备性的一个心态 假如 那个法官 是能动主义者的话 他踏出的第一步 会不会对南北战争有所缓和呢 不一定哦 好 因为对方并不能真实 来 今天我方的论证叫做 今天凯尼大法官 对于南韩先生的判决 直接的冲击了南北战争的冲锋 那么今天如果不这么做 是不是有可能就没有 就不会冲击了 最好也说的是有可能 好 那我方认有可能 请记得准备 好 不一定 因为你方证明不了这个可能性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这方便手 下面进入评审调查环节 首先有请首席裁判 向反方提问 现提一个问题 提问不计时 由反方三变进行简要答复 计时两分钟 有请 你们刚刚对这方提了一个问题 那我想听一下你们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司法显示 合体法权在今天的论证法里 区别到底是什么 对于一个法律而言 他在解释的同时 是否意味着他可以 一心调 好的 可是我们的解释是说 他可以经过一些模糊的地方 可能可以稍加解释 但是他必定是要符合法律的房价 现实法律的房价之内 他不能突破任何法律 就像我们说过很多次 就是一个能动死法和死法 能动主义的区别 能动死法 他必须是建立在一个法律的房价下 也就是不违背法律 不突破法律的 就是像这种解释的话 他可以通过就是 现在已有的法律 可以通过解释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案件 都要说的一个 探亲探少之类的 或说根据一些情况 烧家一些同情 什么也好 反正就是法官自我 就是自有材料权 这是法官自己的权利 因为每个法官 他的一个行政也不一样 而且根据每个案件的现实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他的判断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司法人工主义的话 他就是一定要突破这个法律 也就是创立原本没有的规则 就像我们说的蛋糕案 原本这个也没有规定 你们一定要就是给同性恋 卖这个蛋糕 没有规定 就是买卖权本身也是 也是那个店主的一个权利 就是自由卖卖权 同样的 一个同性恋的这个 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他的同性恋的话 歧视同性恋的话 这个并没有列入该做的法案 就说这样做 就不给同性恋卖东西 就应该这样的法案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法案 而且歧视同性恋 什么程度叫做歧视 怎么样歧视 这个也同样没有法律的解释 也就是说 这种没有实际伤害性的歧视的话 在该做的法律 其实是不为法的 没办法 谢谢 接下来有请首席裁判 向正方提问 由正方三变进行简要答复 规则同上 有请 你们说 这个司法民众主义 是在法律模糊的时候 採取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司法民众和自由裁判 到底有什么确率 我方的意思其实就是 大致上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今天能动司法的这种表现 主要的 我们提出了两个很主要的表现 就是司法解释 跟危险审查 那么 我们会发现在 成文法 它 但是 但凡是以文字形式 呈现出来的 调调空泡 它都是用 并并教导 需要 法官在根据 每个实际案件当中 进行去填补的一个动作 因此 它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 已经是越过了 立法者当时的 那个举线 立法者列出来的一个法官 是举行的 长方形的 但是今天司法文童主义者的 法官 它会根据每个实际案件当中 对每个兵兵者的进行填补 那它就是在 某种意义上 它是在 跨越了这个 司法独立的 更 跨越了这个框架 对方主书的这个框架 去实施它 肯东主义 在对于一个 各案当中 和具体案件当中 一个实际审查 实际审查 实际审查 然后一个这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 司法肯东主义的思维 跟 自由采养学 在某种程度上 是 呃 没有什么区别 谢谢 感谢这家计评委 及双方便手 下面进入交替编文环节 本环节由双方便手 交替发言 互相各个打断 一方落座 及另一方 开始计时 双方各计时 四分钟 由正方先发言 有请 张陆雪林 刚刚告诉我们 程序和终于 程序和终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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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F 你不知道什麼B還有多大,比較一下 來,剛剛舉的那個蛋糕就很符合 他本來就創設了一條本來就沒有的法律 所以他到最後的結果 其實是打破了兩者平等的權利 並且欺憾了另一方的權利 然後再問民方呢 民方一遍都說到是馬克的主義限制法律的發展 到底對民方有何正義 來,民方剛剛舉的那個蛋糕案 我就給民方解釋過了 民方蛋糕案那個法官是否判處案 民方自己都沒有對那個情形做出相關的解釋 所以大家對這個案子其實都還不夠了解 再往下,民方告訴我這個司法之後 還對法具有好處,是有關的意思嗎 這是對方提出的司法之後 我方根據對方被有提過的論文 已經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所以這個方面不能成為影響我方又的觀點 而第二個就是 那個對方對我說的就是說 黑人那個案我想二三遍你們兩個說的說法不一樣 二邊是認為如果法官能那麼判決的話 三邊認為這樣看更好 可以引爆矛盾 以此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這個意思嗎 民方誤解了 今天民方所提的法案我發言不反對 但是他跟我今天司法人中和定復衝突 為什麼 今天這個案子在這 難道民方要告訴我第一條性法 那判這兩條理法 民方不也得判嗎 而我幫今天的司法人 都沒有解決了這個個案的正義 民方要繼續立法 繼續推 繼續推行的話是民方的事 二者定復衝突 再問民方 民方第一次告訴我 我剛剛案了你 那本來的變準 他不就是本身侵犯了同性類的人群嗎 他侵犯權利的時候 我要享受我自己的權利 首先不是要不侵犯別人的權利嗎 來 民方也會說 他會實現個案的正義 但是他會不會實現 但是個案的正義 到底對我們法治 就是他只是個案的正義而已 然後他們的影響其實 沒有你們說那麼好 然後 再來問民方 民方在影片中 就開出了司法克主義這樣的概念 那麼民方 那麼司法克制主義 那你對民方的觀點 有何能成為 我方覺得司法克制主義 應該是個主題 我方司法人數去追 我從民方今天承認我 承認我方的司法人數去追 都保護到這一部分個案的正義 那請問民方 民方今天我方 這一部分個案的正義 民方是不要的 告訴我為什麼不要 首先我們不是不要個案正義 我是想問你 個案正義代表法治的推進嗎 來 今天法治就是司法跟民主 我今天維護了我個案的正義 我的民主就能體現了 但是我今天的陳文寶標誌了我的保治 兩者互補之下 就是我們今天保治所要追求的 請 為什麼這就等到對方所說的個案的正義呢 是不是所有司法人數去的判例 都是維護了個案的正義的請 你幫我舉一個無視正義的案子 就很多 比如說北國經常有一些 殘酷白人之類的案子 這個太多了 這個當然是法官 判錯案還是司法人數處理 民方還沒有解釋清楚呢 再去問一方一遍 你方是不是要把那四個老人斷子決策 那司法沒有司法能動主義的時候 我們保持司法克制 是不是不會判錯這種案件 而且我們所謂的老人斷子決策 我們是可以通過立法手段去解決的 而且也有些要不應解決 不需要用它司法能動主義 請跟他沒有解釋清楚 沒有辦法 因為今天這個案子在這裡的時候 我不能今天把他擱置下 然後就直接推到新冠 但我必須依據現在判 按照你方克制主義的話 我現在判就是判這兩對老人 沒有辦法得到這個配牌 但是按照我把司法能動判的話 我們覺得說他這社會沒有什麼影響 判給這對老人的話 也是一個接到案子的結果 所以我們按照司法能動判 也聞出了我們自己的正義 接下來你方要繼續立法 繼續推進去改正所 以這一塊的空白的話 是你接下來的事 但是我今天司法能動 就在這一塊獲得我個人的案子 再訪問你方 你方今天一直告訴我說 有一個司法能動 取出一個不正義的結果 你方可不可以舉一個具體的實例 我們來討論 給你一方一個實例 羅伊偉的說 羅伊是我的偉大案 然後這個案呢 它是我上家的證據 我現在還沒有 真的啦 所以你方給你自己的案例 都還不搞解 就拿這個來作為一方的案例 所以你方除了這個蛋糕 案例外就沒有別的案例 你方怎麼做就有一個立場 所以你方這些程序 你方今天這個 個案的這個公平爭議 你方也不要 所以今天再追問你方一次 對於社會法制而言 那個坦大法官 如果當時承認了那個 妥協案之後 難改將任不發 不爆發 是不是對美國更好 來 不好意思 抱歉對方沒有 現在我就舉一個例子給你 添添添加 一個就是民想美國 25個民想美國 現在立場的案子 其中一個就是辛苦斯拉 他殺了自己的妻子 卻最後被判除無罪 因為他是黑人 這是一種種族歧視 他是一個種族問題 法官帶有自己的個人政治偏見 帶去判案 對於一個種族歧視 他們說他種族平等 從而打致殺妻卻無罪的結果 辛苦斯拉 我相信大家都有理解 法官當時是判辛苦斯不罪 是因為那個白人警察陷害了辛苦斯 判他無罪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嗎 我方沒有看到這個案子 論證女方的任何立場 也沒有看到法官在使用法律的時候 有任何的司法和多性 所以一方今有個更加確切的例子 論證女方立場 不然一方間手動機都沒有論證了 這個可能大家一點上場很偏差 那是因為法官 是因為那個白人警官 是提醒 是因為他是民族主義者 所以採取對他的政治不采清的態度 所以的話這就是因為法官 對於這種創造不設立的 就是不存在的平權問題 所新設立的這種原則 導致了原本應該的 就是謀殺犯下條法官 您知道那個例子真的太荒謬了 我剛來我們例子問 康蜜傑格州那個案子裡面 創立了隱私權 保住了美國人所有的隱私 是不是司法主義給美國人帶來的好處 告訴我 請教會有強勢解釋那個案 誒 沒有問題 康蜜傑格州裡面有個法案叫做 禁止墮胎 有一個人提供了墮胎建議之後 兩個人都被判除了罪行 最終這個案子上方 聯邦罪法官判除這個案子 這兩個東西是怎麼對等得出來的 對 因為那個時候的話 還沒有隱私前這個說法 但是今天法官認為他侵犯了隱私權稅 開創的市場認為說 應該有隱私權稅 判除了他們原本的案例 但是在你方看來的話 今天也不是司法權重主義 但是到底在你方看來 這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好處 所以這就是程序不正義的底下 法官沒有通過一步步的嚴格的程序 達到他一個立法的 然後判決 然後他就是自己創立的這樣一條法律 來回答你 回答你方那個例子 就是 你方認為 就是隱私案或者 潛在生命權那個更高的情況 來 兩個權利不是哪個到更高的 但是水清幫到水的時候 誰就要受罰 回答你了 剛剛你幫你了那個案子 我喜歡程序不正義 今天你賦予我違憲使他的權利 我在使用我的權利的時候 憑什麼你認為我程序不正大 按照對方沒有任何說 那跑的就是互相情報的嗎 那對方沒有什麼 那對方沒有什麼 我判定的 互相你不打開的 嗯 就是答對 就是這個 你媽自己的案例有沒有解釋清楚 論卻有沒有論證 雙方時間到 感謝雙方便手 交替電話環節結束後 即為思慮期 比賽將暫停一分鐘 即時開始 楊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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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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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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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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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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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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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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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